你好, Phoebe 大華, Morgan Sir 你最近很忙嗎? 我們準備做運動了, 還在打電腦 對, 你知道我有很多東西要回覆嗎 如果你經常用電腦 也要偶爾停一停休息 因為你長期用電腦 跟姿勢像做文職工作一樣 很容易引似肩頸的問題 要它的工作態度 和它坐得的姿勢是很正確的呢? 當然會好很多 不過如果你長期同一個姿勢 就算是正確也好 也會導致肌肉繃緊 有些甚至太繃緊 會壓住鼻巢神經在腳底的位置 太繃緊, 令手也有麻痺的感覺 可否再說一次, 鼻巢神經是什麼? 對, 腳底的位置 譬如你的前三個胸大肌 太緊的話, 壓住了 令手可能有一點麻痺的感覺 有時候, 例如你按摩 有時候按到這個位置 為什麼你的手會麻痺呢? 可能會壓住神經的位置 那怎麼可以幫我或文職朋友? 當然是做一些新鮮的運動 我們現在即時開始了 好, 可以… 好 好… 把這隻 第一個會… 新鮮的肌肉是前三個肌 會在肩膀前方 當我們經常用電腦 做文職工作的時間 前三個肌都會在斑 我們現在要把瑜伽隻躺在地上做 那就逐步逐步來了 好 首先, 我們趴在地上 然後, 看清楚了 我現在要伸展到左手 這個位置的前三個肌 我的左手, 首先伸著左手出去 然後反手 把手反手去後面 手張心向天花板 然後這樣壓下去 我們要慢慢把身體轉向另一邊 我現在伸展的左手 我要把身體慢慢轉向另一邊 視乎個人的柔軟度 有些反了一點 已經覺得有伸展的感覺 就停在這裡 如果還沒有, 可以再反了一點 反了一點, 甚至把右手打開 貼著左手, 然後這樣 然後保持深呼吸 看看大王仔細, 正不正中 這是壓痛, 這是拉痛 好, 你先回到前面 首先, 手要90度 90度? 對, 吸一口氣 好, 呼氣慢慢翻出來 對, 先不要太辛苦, 樣子放鬆一點 不是, 現在有點壓痛 對, 你感覺到這個位置 前三個肌的感覺 對 由呼吸吸氣, 呼氣 對, 再來吸氣 呼氣 好, 你慢慢鬆出來, 轉另一邊 不, 你叫我扣下去, 身體 不用扣, 柔軟度不高 因為你太緊 對, 我先看看VV 我就扣到了 對, 你是扣到, 但你姦毛 因為你的手沒有90度 好, 你可以翻到面向地下 你嘗嘗, 90度 對, 現在嘗嘗這樣翻出來 好的 有沒有覺得感覺有點不同 我覺得比剛才拉扯更多 對, 如果柔軟度高 好, 可以嘗嘗再打開一點 吸一口氣 好, 呼氣 對, 應該兩邊都很幼 你真的很柔軟 我…我也可以 你不行 你不可以勉強來 好, 慢慢慢慢, 翻上去 家庭觀眾, 記住拉兩邊 因為拉完的感覺 其實已經會差很遠 你嘗嘗坐起來感覺一下 對 坐起來 你再動一下, 轉一下肩膀 突然間, 這裡好像鬆了 對…大王, 有感覺嗎 我好像差不多 你好像差不多 我還沒覺得拉得厲害 我會嘗嘗的 不要緊, 我們拉上另一個 可能感覺更加的 對, 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胸大肌 胸大肌就是胸肌 連上去我們叫轟骨 有我們上臂的骨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圓肩 我們的轟骨會這樣內旋 胸肌是收進來 然後還會令到有寒背的跡象 對, 你要挺起胸膛做人 你就要拉開胸大肌 做這個 沒錯 你會借坐地上拉開胸大肌 跟剛才有點像 剛才是反手, 下面90度 這個是正手, 上面90度 這個容易很多 對, 慢慢來 不是容易很多, 慢慢來 安全最重要 趴在地上, 左手打開90度 看看 手掌心、手肘和肩膀成為90度 因為剛才你們倆都姦毛了 沒有90度 對, 有時自己不知道 對, 所以先看清楚 90度 然後我們慢慢把身體轉向另一邊 左手在下面 我們慢慢轉身向右手 慢慢轉出去 然後感覺到胸大肌 去到轟骨這個位置 有感覺 頭部可以很舒服地躺在地上 然後在呼吸、放鬆 吸氣、呼氣 對了 你有感覺嗎 有了, 這樣轉 對了, 有了, 好 放鬆一點, 肩膀放在地上 放鬆 吸氣 好, 呼氣, 試試反多一點 反多一點 你的頭放在地上會比較痛 對…呼吸… 對了 不要那麼辛苦 上了這麼久也會辛苦 對了 有冤度高的話 Phoebe, 嘗試反過來吸氣 好, 呼氣再反多一點 嘗試你左手撐地 左手撐地 對了 對, 用一點力撐開自己人 好 頭部可以在地上 對, 撐開肩膀 對, 有沒有感覺到多一點 不行了… 可以的, 好, 吸氣 呼出來 對, 放鬆 再多一下, 吸氣 呼氣, 呼出來 爽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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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完之後, 手好像硬了 手好像硬了一樣 就是停在一個地方 停在一個地方 很舒服 這個新展活動 我們大概做12至15秒 然後可以做三組 做完左邊, 做右邊 再做左邊, 再做右邊 都可以 每天做一次、兩次都很足夠 夠了嗎? 很足夠 但是最重要是恆常 對 保持著做 而且最重要是安全 對, 最重要是安全 好, 我們做第三個 第三個 沒錯 第三個我們叫轟易投機 就是我們說的老鼠仔 很多人都不知道 原來老鼠仔 跟我們的圓肩、寒貝有關係 因為老鼠仔的光易投機 那個短頭會穿到 我們一個叫悔凸的位置 那個是肩甲骨的前方 如果這個位置太緊, 會怎樣 把肩甲骨拉過去 對, 前線拉過去 那就怎樣, 這樣寒貝 很多時候你見有些朋友 他的二頭肌練得很大塊 對… 但是他的肩甲骨就這樣攜上來 那些就叫做二頭肌過緊 那就會有一個肩甲骨前船 一個航背的問題 我們拉開它就可以 又是挺起 怎麼會放鬆它 好, 現在開始了 回到地上 左手這次全伸直就可以了 全伸直, 將手掌心碰地 然後又是慢慢反開 這個Phoebe可以試一下 當你反開了一個人之後 慢慢打開右手 看看能否捉到左手 對, 捉到你可以這樣休息 大王就不要嘗試做這個捉到 因為大王一定捉不到 對 這麼多了 這麼多就夠了 你的右手圓胸 你覺得不舒服 你可以把它拍到這裡就可以了 對, 有感覺嗎? 手掌心向地下 有 手掌心向地下 對, 這個位置 耳頭肌有沒有感覺? 有啊 有 對, 試試轉多一點 有的, 有的 對, 夠了… 對 對, 可以再撿正一點 好, 你的手先鬆開 對, 鬆開手 對, 然後這個高一點 對, 然後再… 這個捉不住了 對, 這個捉不住了 對, 好 好… 呼吸好, 吸氣 呼氣, 記住做好呼吸 你看大王起床這麼沉重 一定是沒有做好呼吸 對 所以我們做任何… 這些伸展運動一定要是… 深呼吸 對, 好, 慢慢鬆出來 對, 慢慢鬆開 又不是, 做了三個之後 這個肩膀比較鬆 對, 你現在一邊肩膀就很鬆了 這邊鬆, 這邊扯 對… 還有沒有方法令它更鬆一點 對, 實在有很多方法 好 好, 下一個我們會鬆一個叫擊相機 在我們肩膀的位置 我們做一些肩外旋的動作 是需要用到這個擊相機 因為這個擊相機 我們偏張無力 令我們打開的時候 力量不夠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肩膀就怎樣 船出去就不會打開 我們用個網球做個放鬆的 留心看 我們躺在這裡 把網球放在這個擊相機的位置 這樣放進去 對, 放進這個位置 它在肩膝骨上面一點 你好像會硬著一顆骨 我待會兒會幫你們看那個位置 然後左手打開 好像跟人家說你好, 90度 然後我們慢慢上下上下移動 在移動的時間 網球摘著這個位置 就會有一個冤痛的感覺 我們這樣上下上下移動 上下上下移動 都不知道在哪裡 對, 來吧… 好, 如果自己做 我邊幫大王邊說 你可以摸一下自己的肩甲骨 我們肩甲骨有個位置 有個打橫的骨突出來 那個叫肩甲擊 我們放在肩甲擊上面的位置 這樣放進去 對, 然後如果球會滾出來 用手按住 然後你慢慢上下移動的手 不會移動來移動去 躺下, 乖… 乖… 對 對, 呼吸一下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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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好, 呼氣 對, 吸氣回來 對, 呼氣 上下的時候, 忍耐了 對, 這個動作挺溫馨 很有感覺 很有感覺, 我覺得很溫馨 很冤怨 很溫馨, 好, 呼吸一下 準備吧 對, 過去溫馨一下 可以放一點, 對 這個位置 有一點冤症嗎 有, 但直接在骨頭上和 對… 就是那個肩甲擊 就是肩甲擊, 就是肩甲骨的上面 好, 吸氣 好, 呼氣慢慢來 有點冤症, 有嗎 有 對, 和 呼氣 鎖呼氣 對, 它做到會弄得弄得弄得弄 肩甲的這麼鬆 對… 鬆嗎 對, 這個要做多久 這個, 你嘗試來回做15至20次 這樣舉上去, 舉下去 對, 15至20次 好, 好, 下一個動作 最後, 如果我們圓肩寒背 會這樣前旋 我們用那個拉力帶 訓練肌來力, 訓練穩定性 打開, 所以要做得慢 是 可能很多觀眾都會問 想不需要很重的帶 或者要很大力 並不需要 你找一條適合你的強力帶 最重要是你試試一下力度 譬如你好像捧絲帶這樣捧著 是 手掌心向天, 手指向外面 手掌夾著腰 你拉得開, 試幾下 拉得開 這樣就夠了 對, 拉得開 這個我也有做 有雪的那麼多回彈, 拉得開 大王, 試試拉兩下給我看 試試手掌不要離開 對 夾著 想多一點 對, 想多一點肩膀 翻出來… 好了, 現在慢慢做了 我們先手向前面 兩隻手向前面 對, 接著抓住 對 吸一口氣, 接著節奏 吸一口氣 好, 呼氣慢慢打開 5 4 慢慢來, 全部都比 3 2 1 好了, 保持在這裡 接著吸一口氣 接著呼氣, 接著數 5 慢慢進 4 3 2 Vibi不錯 這關是不是越慢越好 對 就是不可以急 好, 試試拍攝大王 大王是震的 他的力量很不穩定 吸一口氣 好, 呼氣慢慢打開 5 看見嗎? 4, 很震的 3, 很震的 不穩定 2 所以你的力量很不穩定 肌內力不足 吸一口氣 呼氣慢慢游 接著你看Phoebe 很穩定 對, 他的肌內力很好 雖然你沒看他很瘦 但是他的耐力很穩定 這個是不是要練多一點? 對 如果練多一點 你的肩膀的穩定性就會加強 就沒那麼容易 船出來 如果這樣要練多次 這個要練多次? 這個你在家裡很簡單 你做3至5次已經有效果 但是要很慢 是 真的慢慢吸一口氣 接著呼氣慢慢打開 5 4 3 3 2 1 接著吸一口氣 然後呼氣 5 4 3 2 1 對, 就是這樣 因為慢的 跟他拉扯的力量才有作用 對, 因為我們平時維持身體穩定的姿勢 我們很需要肌內力 並不是健身的, 很快, 不是這樣 你只要用肌內力慢慢訓練 你就慢慢改善整個姿勢 以及能夠穩定關節 謝謝 謝謝Morban Sir 給我們這麼多的認識 請繼續關注